花蓮一名男子呢 他把车停在这个超商前面 进去买东西 没想到就被窃贼给盯上 这个小偷呢 一边从这个副驾驶坐 在玩这个探出头的狗 一边伸手 到这个打开的窗户里头 偷走了香烟 我们来看最新的一个情况 经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范贤 范贤趁被害人下车过屋时 走到车旁 以手摸头安抚车上狗狗 并趁机偷走车内香烟 令本所远警自交友站巡迁时 犯嫌主动向远警打招呼 远警立刻认出该名窃贤 并待反所侦办 警方锁定这嫌犯之后 展开追查 到这个加油站 迁巡逻乡的时候 遇上了一名骑机车男子 打招呼 身形穿着呢 都跟这个窃贼狠上 立刻上前来逮人 这个窃贼也跟警方说 他是临时起义的 原本是打算偷货车里头的财物 但没有发现知情的东西 拿走了香烟 这下是音小失大了